六云七象八静神,请教贵人神养神 来静神了,到底有没有神? 来头三尺有神连,地上三尺是黄泉 具体是几尺,我没有量过,有机会再说 这个一直传下来的东西里,必然是有一些特别的人,特别的经历 我身边有很多人,我自己也有体悟,不光是梦 当然身体通透的人们,包括一些通音的人,女性,小孩子,弱,身体弱的人 像命运,阳气旺一般不容易招 当然这个,就算是干这一行的,他也只是知道星星点点 具体的他们怎么私职,具体的他们那个世界什么样 我们说不太清楚,有些人去过,西方也在研究,并似体验,什么什么 前面刚开始的课,也大概说过 静他们有什么用,你像我就是封身闭骨手 不管他有没有,就算是人封的,就算他当初是历史的人物 那他必然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们每个人都是持有所长,持有所短 古代这个百家不是还有个长短家吗 人在必须有其道理 草木山石,花鸟鱼虫 那些各有所长 鸟会飞,鱼会游,动物上跑 人,他就比不上 还有很多奇奇怪的动物 事情 这些动物呢 他,猫狗 看到的颜色,有的黑白,有的是 三种四种 蛇啊,蝙蝠啊 有些是超声果感 包括水里的 有些是 嗅觉 有些是 这个热 感应 还有一些是,你不动,他不知道 你一动,他就追上来摇 这些动物世界 那人的世界跟他们不一样 那我们却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那同一空间 还有不同的空间 平行宇宙,一些西方 都是现在正式的 就是说,设想 有些人已经正式了 像什么黑洞啊 还有设想说白洞啊 对立的空间 我们不展开说了 就是说有的时候 该求求该拜拜 啊 就是 他 我们人体也是有三十身 无时无刻的记录 这个 就是说还有日游神 还有什么什么 所以 心中有 就可以 就算你不办 但是 你要进鬼神而有 可以的 然后贵人 好的长官 好的领导 好的父母 这些往往都是长的 经验比较足 这些都是你的鬼人 那我们身边遇到的 有的时候 明明他是贵人 你不注意 我过了后 才发现 过了很久 所以说我们对每个人都要 虔诚 都值得尊重 深处的牵扯 你呢 才会 愁愁遇到贵人 不要有色眼光 养生 我前面也讲到 人体自我疗愈 这是最好 再加上一些 这个中医 辅助 病重的时候 有些不注意的时候 还有助游 这些都是根本 五一六七 好的生活喜悠